Hello 我是Amy Hello 我是Li 最近日本人到處都是觀光客 超多超多 大家台灣觀光客來日本 遇到蠻多溝通上的問題 我們可以跟你解釋說 我們看來為什麼會這樣 那如果你有興趣你就看 我也沒有叫你一定要這樣 你自己的觀光客你該怎樣就怎樣 只要不犯法都會想 有時候你可能真的是遇到很快的時候 對對對 訪日觀光客人數 每一個月一直在更新最高 現在大概300多 對 然後我們給大家一個 數字 疫情前人數最高紀錄其實是2019年的 3188萬人 其實不多欸 去年的話2023年一下就回復到 2500萬人 那今年呢光是前半年就已經 差五個月就已經1500萬 那以這樣的狀態來講的話你想想看 還有七個月嘛 所以可能就是會有3600萬人 最多是最容易來的韓國人 然後接下來就中國台灣 平加坡 你看台灣一個那麼小 然後還那麼多的 對台灣真的很愛來台灣 5月就來了46萬人 超多喔 我覺得大家都來日本 然後很不爽就是 就是本來我偶爾會想要去住高級旅行 現在都變很貴啊 他媽超貴住不起 而且也訂不到 喔對 住不起又訂不到 對 住不起又訂不到 很想把大家都趕出去 所以你看 Logo就會有這種信心 我先看看觀光客們 主要都有哪些不滿呢 第一名是WiFi環境 就是連不到WiFi 對 日本沒有公共WiFi 真的 對 而且他的那種就是 餐廳裡面的WiFi 也都需要密碼 就很麻煩啊 上餐館其實我們也都是用自己的 Mobile2型 電信公司的package 我以前的那個通訊plan很不好 再加上我的手機快要爛掉 我常常會變成沒辦法連網路的時候 我就會去start up 他們聽都有 喔真的嗎 尤其是連鎖的都有 那種街上那種老舊的銀座那種 老舊的可能沒有 可是新開的都有 就是那種 超充電的 都會有 餐廳真的沒有 餐廳我真的在地底下 就已經收訊很差了 然後他還沒有WiFi 你就整個與世隔絕了 對啊 你要買一個 你要買一個 奇怪的嗎 我爸來就有買回來看他 就是說我是建議大家 其實還是要做功課 你不要以為日本人是一個 感覺大家很方便啊 感覺很先進 對 真的沒有沒有 他跟你想說不一樣 好第二個是 言語無法溝通 對 就是很多人說什麼 講英文之後 日本人就說 講英文之後 講英文 就是因為疫情之後 打工的人變少 真的嗎 很多啊 用商店到說是 然後那種 大型的 裝備都會有 還有什麼 ビッグカメラ 跟ユニクロ 對啊其實都會有 那現在為什麼沒有 人工不足吧 所以可能有一些 你的朋友回去就沒有再來了 而且陸客也變少了 所以你現在是過渡期的意思嗎 日本對於這種就是 短期的應用很不會 所以你看其實 曼谷現在也到處都是觀光客 但是他們就是有辦法 handle這件事情 他的過渡期也要兩年 對日本人僵硬 日本人會 他說好 那我現在為了要 應應這個需求 該怎麼辦呢 要給他半年時間 那就想出一個很棒的措施 我記得他疫情對策的時候 在那邊慌慌張張 可是後來真的打針的時候 就超級順 超級無敵順暢 不知道是大家要求變得很高 還是說因為 隔了一個空旁 忘記這個國家就是怎樣 我覺得其實已經比人不好很 以前真的是完全不會講 可是我覺得現在 就有時候我看到外國人 想說要不要努力在講 然後他們都很認真的想要 跟外國人溝通 所以我就很想要幫他喝他的錢 對啊 真的想好像沒有好 對啊 因為我覺得你英文要夠好 你才能夠了解其他腔調 對啊 就是我常常遇到的問題是 日本人他聽不懂別人的腔調 然後我聽得懂 一種 兩邊都有腔的時候 就是比較難過頭嗎 因為就是兩邊都不聽不懂 不是有翻譯機嗎 對 為什麼我覺得這件事 這麼容易解決的東西 對啊 不過翻譯很好用耶 對還有一個我覺得 有些台灣人自己覺得自己日文很好 其實反而那種很容易造成互惠 我看到一個是住在日本的人來澄清說 他遇到很多就是來觀光旅遊 或者是自以為對日本很熟的 然後就在那邊宣導說 日本女生都不會穿無袖 所以你們來觀光的時候 最好不要穿無袖 這樣就會看得出來是觀光客 然後我想說沒有這回事啊 不然賣那麼多無袖的衣服幹嘛 沒有我必須說啦 就是因為我剛去美國 然後我現在回日本 我現在正在找無袖 然後真的少很多 比起其他國家來說少很多 品項 但是為什麼不能看起來像觀光客 不是重點是我覺得 這就是隨便亂講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穿無袖啊 可是我覺得他寫的就是說 你完全沒有人在穿無袖 所有人都是穿長袖或者是短袖 然後沒有人會穿短褲 短褲也真的比較少啦 我覺得是因為到部分的人 都如果沒有身材很好就不露 但是其他國家的人是身材不好也會露 對啊 我覺得這種就是絕對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一個委員的重點 我覺得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跟我覺得看起來像觀光客不會怎樣 而且重點就是 而且重點是你要看起來像觀光客 才不會讓別人期待也太高 如果你看起來像日本人 然後你還舉止怪 他就會更生氣啊 服務員就想說這種人 我根本不值得服務直接丟給你 當然啊 因為你已經做了很多VG的事情 然後你還是日本人 他就覺得我 你就是一個欣賞的 對啊 我們好離題喔 我們太離題了 第三個 沒有多國語言說明 對 標示耶 可是我覺得都是有可能是錯的 有些時候 都是錯的 有些時候中文跟英文 你仔細看就 好像沒辦法傳達這個意思 這樣OK嗎 但好了就算了 畢竟他們是政府的一個 幾年計畫 他要觀光立國的話 這個地方他們應該要加油 Menu沒有 Menu沒有英文也是 對啊 不是說亂翻譯通 因為就是 還是比不上那種 真的是 你像法國啊 大觀光國家 他可能就比較不會有種回事 國外的Menu 原本就是 英文少說也通一點 就算直接用本地語言去看 也懂 或者是他waiter 會知道怎麼樣用英文跟你說 對 然後第四是公共交通的利用 但這個就是你自己去想辦法 畢竟 真的 對 這個要自己想辦法 因為這是他們的好的地方 但是你沒有做功課 當然就會覺得他們處理 對對對 電車跟巴士很發達 可是畢竟如果真的是 比如說你來東京 不是很好懂啊 Google那麼便利 對啊 Google還不錯 Google唱 然後揍著他 我媽有來的時候是有說 我們家是有樂丁線 他會有樂丁線 然後某個站 然後他會講完之後 他會說什麼 Y10 Y11 你有注意嗎 TOKYO medal的都是這樣 喔就是因為是 Yurok Josen 然後第十一個站 對對 可是這樣更難懂 老實說 這樣根本一點幫助都沒有 你以後我覺得 我今天一早就發現 然後我媽也說 他就這樣 你真的沒有任何應用 我說對啊 還蠻難懂是真的 而且我覺得票價也是 它的票價是你要看 然後轉車還要再看 很多車下來也不會坐 喔對啊 而且在車站裡面一定會迷路 這也沒辦法 這是必經的過程 對這是必經過程 我覺得你就是把它當作一個 旅行的體會 然後其實這已經比較好 以前他Vicca PASMO要另外買 對 現在至少你只要買一張 就通行 你就可以通行 比如說像美國 你做紐約地點的話 就直接用你的Apple Pay 或者直接用信用卡就可以 但日本的話 你不是還要裝一個 對 對 反正就日本 確實是比較複雜 我是說真的 Yurok沒有垃圾桶 真的沒有垃圾桶 我們那時候的結論 不是說沒有垃圾桶也好 就不會那麼髒 因為紐約垃圾桶可怕嘛 喔這次又去了紐約 真的很臭 我每次都覺得奇怪 都什麼都這麼酸 有一個很酸的 然後就發現前面有個垃圾桶 然後你就是每走一步 都有個垃圾桶 所以那個味道就充滿了街上 我最近經過新宿 然後剛好經過那種 柯五星廳還是二丁目那邊 就是一大堆外國人的地方 哇 地上超級髒的 然後我就覺得 難怪日本人真的是很不想要 玩玩客再來 因為垃圾桶就是應該自己帶回家 連這種事情都不懂嘛 像我覺得我們家這邊 就真的比較沒什麼 玩玩客 所以很和平很祥 可能很安逸 不行 你為什麼這樣 我家這邊是從路過嗎 對啊 我覺得你家不行 我不想去 對啊 感覺很髒 而且其實我覺得 就是日本人其實現在 也沒有特別有空的事 對啊 你看啊 年輕人 對啊 他們真的是老一輩好 他們之前有就是小朋友 在路上隨機丟垃圾 被你們罵了一頓 很好啊 一定要罵一下 我覺得大家應該發揮 是發揮糾察隊的精神 接下來我們就講述一些 代表性的糾紛事例 對 常常發生爭端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大家看一下 就有點心理準備吧 其實日本人就是這個 他就是這個 他就是要做這個方法 不是他故意要針對你 OK 最多爭端的地方 對 餐飲 對 餐飲真的好多爭端 我預約好了 對 就是第一個 其實餐館是需要預約的 我每次很討厭我 很多朋友會來嗎 對不對 如果很會的人 他就會知道 你一定要找一個 告訴我 不然我沒有辦法預約餐廳 就是你如果 你如果不找一個告訴我 我真的找不到好餐廳